嘿,大家好,这里是麦克云课堂,我是修康 本来我们致力于分享麦克,也就是苹果电脑的使用方法和技巧 用麦克比较久的朋友都会有这样一个共识 那就是很多好用的软件在App Store里面搜不到 至于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之前做过一些视频聊到过这个原因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今天我要分享10款麦克里面可以说是装机必备,免费又好用的软件 但是呢,因为他们用的大国数都没有登录App Store 导致相对来说比较小众,很多人都不知道 要安装这些软件啊,有一个前提就是要保证你的麦克开启了允许任何来源的权限 如果你不清楚如何开启这些权限,也可以参考我之前做过的另外一期视频 好了,现在就让我们正式进入软件介绍的环节吧 1. IINA Mac自带的QuickTime播放器有很多有意思的功能 但是在本职工作,也就是播放本地视频方面是个弱机 支持的格式太少了 因为默认播放器的残弱 曾经也出现过各种第三方播放器百家争鸣的情况 但现在呢,江湖有大一统的趋势 我们只需要安心使用一款万能播放器就行了 它就是IINA 它支持的格式非常多 如果一个视频连它都放不出来 那你就不要再尝试常规的播放器了 作为一款现代播放器 它还支持各种网站的流媒体播放 复制链接或者直接点击浏览器的插件 就能用播放器来播放了 添加字幕以及在线下载字幕也都是常规操作 2. KECA 说到Mac里的解压缩软件真的让不少人头疼过 系统自带的解压缩呢只能打开部分点VIP的压缩包 而由Mac系统创造的压缩包 在Windows系统里面打开有乱码的风险 所以一款兼容全能的解压缩软件就很必要了 新年推荐的这款KECA不能说是最强的 但是对于99%的用户来说都好用够用了 它可以选择不同的压缩格式 还可以让压缩包里排除Mac特有的系统识别文件 非常贴心 看到这里有些朋友可能会说 The Unarquiver用的也不错 它解压方面是很方便 但是不能像KECA一样压缩文件 KECA在Mac的AP Store里面下载是收费的 但是在它的官网可以免费下载 我之前一直都用有道词脸觉得很棒 直到接触了欧鹿 才发现自己的真爱是另有其人 界面上欧鹿虽然不如有道那么阳气 但是你看这个色调和排版 能让我马上沉下心来学习 就是那种特别严肃 特别想学习的感觉 你们能了解吧 查单词的时候 首先出现解释 然后出现敬意词 最后展示词组 这非常符合我的思维逻辑 而有道往往要滑动好几页 才能出现我想要的内容 另外个人感觉欧鹿词典的生词本 在背单词的时候 复习逻辑也更高效一些 如果你一直使用的是有道 我非常建议你尝试一下欧鹿 也许会和我一样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4.Cishit 如果你需要高效率的使用一款软件 摸出它常用的快捷键是非常必要的 但是快捷键都在菜单栏 每次一个一个一个找 着实不方便 安装吃一sheet以后 只需要长按住command不松 当前应用里所有的快捷键都会收入眼底 你不仅可以反复唤醒来加强记忆 也可以直接点击这些快捷键 起到执行的效果 它最厉害的地方在于 不同程序里面唤醒出现的快捷键是不一样的 比你打印出来一个一个对照 不知道效率要高了多少 你也可以设置延长唤醒的时间 避免当你按下command和其他组合键时失效 5.Spectacle Mac里面有很多好用的窗口管理软件 但大部分都要收费 我们可以先尝试使用免费的Spectacle 也许它就能很好地满足你所有的需求了呢 它能让你通过快捷键将窗口整齐的排列于上下左右 或者是左上左下右上右下 还有各种不同的排列组合提升你窗口的使用效率 在窗口的组合使用结束后 你同样可以通过快捷键 快速地将窗口居中或者平铺 6.Eatsacle 不知道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点开系统默认的时间 以为会出现日历 结果什么都没有 只能再去点开日历 我无数次这样循环操作 直到发现了它 Eatsacle 点击时间日期后 它会弹出当月的日历情况 双击日期就可以快速地创建提醒 这个是可以直接整合到你系统的日历里面的 你还可以设置更多的日历事件到它这里显示 在设置里面你可以自定义很多选项 我需要提醒一下的是这个时间 默认是空的 你输入不同的代码 出现的时间格式也是不一样的 可以点开网页参考它给出的模板来自定义 非常有意思 7.Anfetamin 已经有非常非常多的人问过我如何让机器不要进入休眠呢 以保证它们的下载或者其他进程 虽然调节节能器可以做到类似的效果 不过反复调节很麻烦 而且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的稳定 所以就用Anfetamin这款小插件吧 它的图标就像一个可以掰开两半的药片 本身名字翻译过来就是Anfetamin 一种保持兴奋的药剂 所以它的使命就是赶走你Mac的瞌睡好好干活 如果想设置阻止休眠 右键点击它 药片方向改变就OK了 它实际的功能也比你现在看到的要丰富很多 讲十分钟都讲不完 因为时间的关系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下载以后自己研究一下 8.Snip Mac自在的截图功能非常丰富 升级Mohave以后加入了Shift Command 5的组合 截图更加直观 但是我电脑里面常年安装了Snip这款软件 为什么呢 因为它可以制作滚动截图 这一点非常重要 比如我要截取整个网页 使用Snip就可以把整个网页都复制下来 并且不需要付费来清理水印 简简单单干干净净 不要下载App Store的版本 不然无法获得滚动截图的功能 9.Adguard 现在我打开的是新浪首页 有没有发现广告密密麻麻 已经严重没想到了你的阅读体验呢 接下来我启用Adguard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瞬间变得超级清爽 Adguard可以屏蔽网页上的各种广告 让你专注要看的内容 而不被广告干扰 并且还可以避免过多的广告拖累电脑的速度 如果你用了Chrome 也可以试试Adblock Plus 同样优秀好用 但是在Safari里面 基本失效了 就是个演员 但我跟你讲完全不干活 Adguard 是目前在Safari里面 唯一可用的广告屏蔽软件 10.Ariel 现在你看到的画面 都是苹果制作的4K俯瞰视频 是用在App TV上的屏保 Ariel这个屏保软件 把这些视频都整合到了你的Mac里 它包含了中国的长城 迪拜的码头 格里兰岛的冰山 夏威夷的海岸线 香港的维多利亚港 人际罕至的里瓦沙漠 伦敦的泰晤士河 以及洛杉矶 旧金山 纽约的城市风景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 是从太空俯瞰地球的4K视频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这么多 这里是麦克林康 我是修康 感谢你的收看 那我们下次见吧